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刀神寄来的信封里 详细记载了一桩发生在二十年前的杀人案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甘肃梁川 这个不起眼的西北小县城 先后发生九起凶残的强奸杀人案 此者均为二十到三十岁年轻女性 尸体体无完肤 多处皮肤已经乳头 下体群被力气切掉 凶手至今仍没有落入法网 这桩悬案我早就有耳闻了 不太明白 刀神把塌起来的用意 我大致浏览一遍 当我翻到最后一页时 上面赫然出现两个名字 孙虎宋赵林 日期是2002年 原来这是爷爷金手针办过的案子 看来他失败了 信封里除了这份卷宗之外 再没有别的东西 我有点不甘心 仔细地找了找 发现信封内侧写着一行字 我把信封打开 上面写的是 宋阳 这个案子会告诉你 我为什么要杀你爷爷 我的脑袋上就挨了一击重拳一样 仇恨 愤怒 迷茫 种种情绪 一股脑地涌上来 我急着把卷宗扔在地上 大声地吼道 你杀我爷爷还有理由了是吧 干嘛突然发火呀 黄小桃也在房间里 我之前看卷宗的时候 他也趴在我肩膀上看 这时他注意到信封上的字 扬起眉毛 说 这家伙真是胆大包天哪 摆明了是向我们挑衅 千万别相信他的鬼话 我把卷宗捡起来 我想重启这种案件的调查 黄小桃一愣 宋阳 你何必当真呢 事情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 查起来肯定很麻烦 你总不能因为刀身的一句话 九千里迢迢跑到大西北去吧 我说 我们是特案组 可以不受任何机关的约束 这我明白 可是这家伙的话能信吗 如果是个陷阱怎么办呢 商量来商量去 黄小桃建议我去问问孙老虎 毕竟他是当事人 我立即打电话过去 孙老虎接听之后 呵呵一笑 侄子 我刚刚收到江陵市局长打来的电话 说你这桩古诗案破得干净利落 又给咱们挣了一次光啊 我说 多谢瓜奖 孙叔叔 有件事情我想问你 你知道 GL75047案件吗 我指数了一个编号 孙老虎便反应很大 他深吸了一口气 说 你从哪知道的 看来这桩案件 他一直没有忘记 这个容我保密 我只想问一句 当时我爷爷 为什么会失败 孙老虎叹了口气 唉 这件事情啊 三言两语说不清啊 要不 你就回来一趟吧 现在 方便吧 我在办公室等你 我挂断电话 转告黄小桃 他苦笑一声 你也太任性了 说了就走啊 不能明天吗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这桩案件 急着说 要是等明天 我今晚就别睡了 黄小桃用手机查询了一下 半小时之后 有一趟去江南市的动车 他订了两张票 在房间里留了一张词条 说出去一趟 晚一点回来 我们来到火车站 上车之后 黄小桃问道 你觉得刚刚刀神 在酒店里面吗 我现在冷静了一些 淡淡地说 这个我不清楚 但有件事情我可以肯定 他不止一次放过我 说明他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要我的性命 这个人虽然是罪犯 但原则性却很强 说到这里 我顿了一下 我想到刀神 每次在墙上留下江北残刀 调民罚罪的字样 他向来只杀有罪之人 那么按照他的逻辑 我爷爷难道真的 犯过滔天大罪吗 之前训狗师也暗示过我 说宋家早就有人 加入了江北残刀 会不会是 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怕触及到什么 不该知道的真相 可是我又不能不去了解 哪怕我会后悔 也必须知道真相 我和黄小桃难得独处 连日奔波他有些倦了 搂着我假妹 车厢里很安静 人也不多 放着舒缓悦耳的音乐 我看着玻璃中的倒影 觉得这一刻 能永远持续下去就好了 当然这只是我的奢望 一小时之后 我们回到南疆市 打了一辆出租车来到市区 这时警察们已经下班了 只有孙老虎的办公室 还亮着灯 我们进去的时候 看见他披着外套 正在评约文件 手边放着一杯乌龙茶 一根点燃的香烟 黄小桃打趣说 剧长这副心情功努的样子 要是拍下来 得赶知多少警员呢 孙老虎白白手笑道 哪里哪里 我这是白天走四方 晚上不哭当啊 坐 坐下之后 孙老虎的笑容慢慢收敛了 大侄子 GL75047这案件 是谁告诉你的 我摇里摇头 这并不重要 你这孩子 怎么不重要啊 这案子因为当时社会影响太大 调查全是秘密进行的 书面档案只有唯一的一份存放在市局里 你知道这个编号 就已经涉嫌盗窃机密罪了 是吗 我从手包里取出档案 是不是这一份呢 孙老虎惊得说不出话来 瞪大眼睛看着我 我说 我发誓 我没进过档案室 这两天呢 还在江陵市 难道我有隔空取物的能力吗 孙老虎肩过来翻了翻 点点头说 就是这一份 这是纪录员小王的笔迹 我记得清清楚楚 这张照片还是我拍的 从哪里搞到的 看来想得到情报 不得不开诚布公了 于是我把事情告诉了他 以及刀神写在信封上的一行字 听完之后 孙老虎的眉头凝成一个疙瘩 他站起来来回的踱步 看着我 最终叹息了一声 说 这种案子 我本来是打算 一辈子都不对人说起的 为什么 我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你爷爷一辈子破案无数 是公安系统里的神话 可是这种案子 却是他人生的滑铁炉 当时调查进展到一半 我们已经锁定了一名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突然发生一桩意外 我们存放证物的房间起火 重要证物全部烧毁 第二天 爷爷宣布撤住此案 并且释放嫌疑人 我当时只是一个小队长 对他是言听计从的 我虽然不同意 可是他的态度却是极其强硬 根本不给我反驳的余地 我只能照办 结果这桩案子就悬而未却 放了二十年 他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块疙瘩呀 我问他 有人暗中捣鬼吗 孙老虎的目光暗淡下去 他支支吾吾地说 聪阳啊 这么说 可能有点对不起你爷爷在天之灵 但当时我亲眼所见 郑务室的那把火 是你爷爷放的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无期更新 尽快完结 在喜马拉雅 直接搜索阴间审探VIP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 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请不吝点赞订阅